欢迎大家回来,咱们进行商业插画的第十二讲 然后这一讲主要咱们在讲对商业插画里面的图形创意表现方法 咱们的图形创意就之前说了很多关于创意思维这样的一个锻炼方法 然后这个思维上通过了以后 咱们就要进行真正纸面上的这样一个创意的发生过程 首先咱们先说一下图形的起源 这个咱们也之前说过 图形起源可以最早归属到远古时期的图腾 严毙壁画这样的 当时主要可能就是为了既这种巫术或者宗教的一种信念并没有实行 很多的实际意义 比如说这个鹿是吧 这个是当时的莱斯科巴里尔斯洞学里面的这个洞的形象 这个是一个迷路 这个是在十几万年以前的这样的一个创作 阿尔塔米拉洞穴的牛 可能就是一种巫术 所以说真正的图形起源 或者是它作为一种可以交流的东西 比如说远古时期咱们在中国有了这样的一个 就是象形文字对吧 这个是最直接的 其实它就用图形开始真正的实相的表达 让人们通过图形 然后认识这个世界或者是交流这个世界对吧 然后这个就会出现在甲骨文 或者在甲骨上或者是这个顶上都会有 在人类发展史上从文字的起源来看 最古老的文字 这个中国甲骨文 然后古埃及文 这都是表意的图形 就是通过画的图 你基本就可以知道这个文字 它究竟是什么意思 对吧 就是说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 就各种标记标志符号图像产生 就就比较松腹的这个图形的内容 可能就是 就可能就是这些 不仅仅是为了文字沟通 可能更多也有开始了 进行了一些创作对吧 一些美感 或者是他平常的一些记录的 一些通过比较形象的一些例子 来表现这个他所说的这个话 其实真正开始咱们的 这个绘画 绘画或者是图形 他真正要到文艺复兴时期 其中透视的发现和发明 因为他这个整个的一个造型史上 就开始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动 咱们说一下图形的定义 图形呢 其实无论是怎么来说 是吧 是会写刻印等手段的 图画记号 还是说有说明性的图画形象 他有别语文字 词与语言的视觉形式 其实他最主要的 就是为了传达信息 思想和观念的艺术形式 所以说这个是图形的最本质的定义 比如说咱们这个图形 它的真正的意义 从四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意义就是他能够传达 更传递信息更有力 这个就是一个禁止西安的这样一个广告 是吧 这个全是一安就点着了 这个给人一种很警示的这么一种作用 还有第二点就是图形的意义 传递信息的生动准确 是吧 就是在 比如说这个话 就是人类从老鼠 从这一边好开始 一直就进化 进化到这耗石蓝作坑 最后进化成了一种猪 是吧 他通过这种 这种 就是思维 这种转化 然后让你通过这种图形 然后可能是 就是在这种 诙谐幽默中有深刻的 这样的一种思想动力 第三种就是 意识别跟记忆 如果是你要形容 比如爱情是什么 爱情中有伤害 也有 有爱也有伤害 就是说通过它 你该怎么去 你文字 它总是很 很这个 很薄的嘛 它没有图像感 或者说它 只不过是表达出来 然后你要通过头脑不停的去 去转换它 才能出现新的东西 才能出现 就是你能够比较深刻的理解它 但是咱们的图形 就是可以直接的 然后表现出来 就是说它这个 这个伤害是吧 就是一个动物的 这样的一个捕捉器 然后连着人 这样的一种 比较深刻 或者是比较有力量 这样的一种东西 然后你就可以很 很很 对它记忆很深嘛 对吧 以后怎么表现爱它 就是这么一种 这么一种这个器具 或者是 它就这么一种表现 图形它其实还是可以超越国家民族间的语言障碍 这个是 第三章都是肤田也很熊化的 这个是反战 这个反战是保护动物 其实你就是如果任何都 任何文字或者是语言不通 你看图像 你就会很 很直观的来了解这个东西 比如说它把他把这个战争比喻成这个反口的子弹 是吧 或者是导弹 它是 化成一个 就是这个玄回的这么一个标 是吧 等于说你 你打到别人啊 之后它还会打回来吗 这样一个回旋标 然后这是保护动物 就是说动物它自己长得像牙 是吧 其实它自己的错呢 它就是把自己给绊到了 是吧 长得像牙 就是它自己的错 所以说这个就通过这个图像来深刻的表达这种含义 图形设计 其中它比较有用的或者是比较重要的一些表现 表现手段 可能咱们之后也会说的比较多一些 现在咱们这节课主要讲的两点 就是讲它的正复形 正复形其实也可以叫做反转图形 是指正形和负形的相互借用 相互依存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这样的一种创意性 创意图形 以这张画举例 可能就是 作为正形的图和作为负形的图之间 可以相互的反转 在一种以现形 现形中隐含着等种不同的含义 也称之为图地 互相转换图形 这个就是咱们之前说的图形的它的一个想象 对吧 然后通过这样的一种含义 然后能够比较深刻的去表现出来 这个一段话或者是一个思想 对吧 或者是一件事情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女性的一个裸体 然后通过一个蛇 是吧 然后能来把它的整个的一个造型 把它这个明确的 或者是把它给塑造出来 这样的话 就大家可以比方说来 女性的这种基督 和和跟这个女性的这间的关系 然后让人慢慢能够体会到 比较有内涵一些 然后可以回味一些 包括这些图 它都是这个正负形 比如说这个流声机和这个小鸟 对吧 这是夜鹰嘛 然后就是流声机播出来的鹰 跟这个流声机 它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就是人造的跟这种自然的 是吧 如果它作为一种广告的意思 就是说我的流声机 它很就是播出来的音很美妙 它就跟这个夜鹰唱出来的歌一样 所以这个你就能很 就是可能也比较会见幽默一些 是吧 或者印象更为深刻 这个其实是在创意表现中 这个正负形应用的很有意义 包括这个 对中间这幅图也是 它的正型可能就是 这个不停的有数目人进去砍伐 对吧 然后其实它的父亲就是说 这个其实是一个鸟笼子 人走进去以后 就是 其实就是人把自己都给 都给困住了嘛 对吧 包括这样的 都是类似这样的一个道理 就是说 这个正型跟俘形 做出来以后 就是比较有趣 包括这个是钱 对吧 就是人的贪欲嘛 就会越来越深 它会向下去不停的去捅 这个 这个 你的底线 包括这个也是 勺子 跟这个 其实看的是树 是吧 它其实是勺子 它的一个 一个东西 就可以说 人跟自然的一种关系 是吧 人取 人 人就要在自然里面 它又要索取 是吧 都可以把它理解 成各种各样的 你自己认为 它表达最为深刻的地方 包括这眼镜 这样的一种 正型复兴 这样一种时间关系 咱们第二个 就创意表现的手段 就是 同构图形 同构图形 是设计师的 大胆创造与想象 但它并非凭空 而是在设计创造 以客观的 态度进行 合乎逻辑的 组织和构造 是两种或多种 物相的结合体 就是说 咱们在进行创意表现的时候 就是可以进行各种的一种 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它的嫁接 对吧 但是这个嫁接一定要符合比较 比较 如果你自己能有一套比较好说辞 那也是可以的 但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至少能把它画了 就合乎逻辑 或者是说 你想象也好 还是梦幻也好 它总有自己一个 比较让人感觉 视觉上一种比较奇幻的东西 对吧 现在比如说比较流行的 就是给这些东西上面 加这个鸡角 这么一路上加角 对吧 就是比较深细一点 或者是它比较有这个 这个梦幻的感觉 包括这个骆驼 也是它驼风 变成了一个城市 对吧 它就行这样的一种结合 就是它进行一个大难想象 通过各种的一种物件的嫁接 然后让它有更为好玩 或者更为有趣的这么一种东西 然后包括这个长颈鹿 跟这个甲鸽虫 对吧 甲鸽虫 这原来是个长长的脚 现在它变成了一个长颈鹿的脖子 包括这个老鹰是吧 一个迷人画 戴着眼镜 提着麦克 这么一种关系 所以说它也是一种 相同的 或者是不同的东西 进行一种合理的嫁接 或者是不合理 不合理 你至少是能够比较 不能牵强 对吧 你至少能说一个比较好玩 或者是比较有趣的理念 然后让它赋予很多的 这样的含义在里面 这样也是成立的 比如说这个麋鹿跟自然 对吧 它自然之间的关系 这个其实也就是嫁接 动物跟自然的植物 最先的这些嫁接 或者之前这个比较有名 这个封面 对吧 这个走斑马线 也就这个画了个斑马 跟这个结合在一起 或者是这个 这个小人 对吧 他 就是 就打着伞 但这个伞不会说是 他真的打了一个伞 而是说 用别的小新蛙 拿着 拿着他的荷叶 进行这样的一个 避雨 但他这个人物 他本身也就避雨了嘛 是吧 这样的一个创意表现 就让这个画面更生动 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 觉得这个创意还是蛮有趣的 是吧 他的想象力比较丰富 或者他比较能联想 这是一个比较科学的一种 能够落地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一种表现技巧 包括模糊音是吧 这个其实就是这个电线 跟这些图形 这可能是 这个是长篇的这个机理 进行这样的一个结合 来表现出来 他所表现的含义 包括这 这组插画是吧 中间这个 你觉得他像是 人的肠子 你也可以说 其中就是很多的 思想在里面 是吧 或者怎么样 就是能够通过不同的结合 让他表现出来 更为深刻 或者更为多样的 这样的一个含义 这个就是 特别好用的一种方式 可能刚才说的 这个 就是 咱们说的 就是正副形 是吧 可能稍微有点难度 但这个可能就是 比较适合 未来的创作 而且这个就是 特别重要的 一个表现 插画 思维的 什么一种方法 好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